大家好,我是逸哥 指考快到了,辛苦大家囉! 今天我要分享10個指考前30天 可以幫助你的準備方法 讀書考試技巧,以及考試注意事項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第一個,如何讀理科 我們在學習時一定會遇到很多不會的題目 我們要想辦法用理解的方式弄懂 然後重複練習、熟悉 然後做個記號 隔一段時間直接遮住答案 再做一次這些做記號的題目 寫對的話恭喜你記起來了 那如果忘記了,我會再重新練習一次 然後再做一個記號 再隔一段時間再次挑戰 如此循環 直到有一天,你所有題目都會了 你就讀完書了 實際上,學霸就是這樣讀書的 指考倒數30天 我們大概還可以進行兩次的大範圍複習 可能前兩個星期複習第一遍 再一個星期複習第二遍 最後一個星期練習歷屆考題 2.完整的讀書規劃 考前30天當然可以念新東西 但是不要太多 舉例來說 如果你化學還有一小節有機化學還沒有念熟 英文特別想要加強閱測 那其他科目就是正常的複習 那我們在考前30天 就先花點時間規劃好到考前每一天的行程 規劃的越完整,效率越高 舉例來說 6月1號早上我想念高三的有機化學 下午想要複習數學第一冊 晚上寫一篇 國文的選擇題魔考 然後檢討,晚上還要練五篇的英文閱測 建議大家不擅長的科目 不要寫過難的考題 像是歷屆北魔打擊信心 也不要念太多新東西 考前30天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把會的題目都寫對 也可以把錯的題目整理成一本錯題本 把各科的重點整理成筆記 做筆記的用意是在當下寫筆記的時候 就可以幫助我們的記憶 以及在考前最後的時間我們可以拿出來複習 3. 歷屆考題 指考前一定要留至少3到5天的時間練習歷屆考題 練習當天就是完全模擬正式考試的情況 時間80分鐘不提早交卷 一天寫完5顆 可以的話我還會畫卡 練習歷屆考題的目的 是要幫助我們適應考試的節奏 降低在正式考試時的緊張感 我們才能夠正常發揮實力 考前最後幾天 我會特別練習大量英文的篇章結構 文藝選點這兩個大題 物理科我也會在最後特別練習實驗題 你們可以把歷屆的物理手寫都練習一遍 考試前一天要去看考場 目的一樣是降低考試當天的混亂緊張感 除非考場就是你們學校 之前某一家補習班老師還說 你們去看考場當天 要在自己的座位上寫一份數學考題 去感受一下桌子有沒有不平啊 椅子會不會晃啊 考前要準備的東西有文具兩份 筆心裝好 我會準備兩隻手錶 數學科是可以帶兩腳器的 當然最重要是記得要帶正名文件喔 考試當天不要喝刺激性的飲料 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 我之前是準備吐司 靈響就可以開始寫了 不用等想完 考完的科目不要對答案不要討論 不過很多人考完一科就會忘記這個原則 不要破壞原則 我可以跟你保證 如果你跟別人討論題目 你一定會後悔 開始考試時 我會先完整的把考卷 從頭到尾快速翻一遍 英文科你先看著作文題目 你就可以在寫選擇題的時候找靈感 數學科我會先看一眼手寫題 決定要不要先寫 一般的建議作答順序是 單選填充多選手寫 在寫題目的時候 我習慣基礎運算都會算兩遍 基本上我算出答案 我就會確定那個答案是對的 在把所有題目都寫完第一遍之後 我就會回去想那些 我打問號 也就是我不確定的題目 或者是我完全不會寫的題目 我不會花時間去算那些我已經會算 而且我算出答案 然後我也沒有打問號的題目 喔對了補充一下寫理科遇到 不會的題目一定要勇於跳題 這些作答技巧基本上理科都適用 對所有科目而言 看題目的時候我會看很多次 然後我會把關鍵字圈起來 比如說這題是選對的還是選錯的 我在寫單選題多選題的時候 對的選項我會打圈 錯的打差 不確定的打問號 如果題目問有幾個錯誤 我們就是把打差的選項選出來 在寫答案時我會確認兩次 可以避免看A寫B這種情況 我的畫卡習慣是寫完一面題目之後就畫卡 在畫卡的當下我也會確認兩次 這樣做就絕對不可能會畫錯卡 各位在練習歷屆考題的時候 一定要順便練習這些能力 7.如何在家讀書 疫情關係衝刺班讀書班可能都開不了了 我知道對很多人來說在家讀書真的很難 我建議大家可以先整理一下房間 打造一個好的讀書環境 如果是我要考執考 我會把所有的社群軟體都刪掉 甚至我有可能智慧型手機就直接一個月不用 我會把我的電腦的電源線藏起來 每天要把今日行程先確認再開始讀書 接下來要介紹非常有名的番茄工作法 運行方式是讀書25分鐘 休息5分鐘 稱為一個番茄時鐘 那每4個番茄時鐘呢 可以做一個15到30分鐘的休息 番茄工作法的原理器 就是因為人的專注力的極限是30分鐘 建議大家可以去準備一個倒數計時器 我們在練習魔考題 歷屆考題的時候 按照大考的時間外 其他讀書時間大家就可以試試看番茄工作法囉 8.注意健康 不要吃太油 不要暴飲暴食 不要熬夜 可以做點運動或者是冥想 這有助於提升我們的專注力 晚上冷氣不要開太強 我們要降低生病的風險 因為考試當天是一定不能夠生病的 第九點是想要給考生的家人看的 我知道父母們都希望小朋友考好 可是過度的關心可能會讓小孩也很緊張 特別是情緒性的言語 真的會影響小朋友學習的心情一整天以上 如果有一些比較衝動的話 為了小朋友的未來著想 建議家長忍一下 真的能夠給小朋友很大的幫助 不過我也建議考生 如果你覺得在家讀書 要人盯才讀得下去 你們也可以請你的家人幫忙喔 最後我想分享 我之前大考前補習班發給我們一封鼓勵的信 異哥我當年在準備指考的時候 就有做到全力以赴 印象最深刻的是英文科 我考贏很多 我覺得英文比我還要好的人 不過把我各科指考的準備技巧做成另外一部影片 有興趣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不過雖然我的指考成績不差 也上了台大不錯的科系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志願沒有填好 到了我沒有興趣的科系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異哥會把這些經驗 分享傳承給大家 考生們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因為異哥已經邀請了非常多優秀的學長姐 分享他們的科系介紹 還有選田志願建議 喔對了我要補充 指考考不好絕對不會是世界末日 108課綱一定可以重考的 我在7月也會做這方面的影片 那各位考生對於指考還有什麼問題的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學長姐們也非常歡迎你們可以在底下 分享你們的指考的準備技巧 考試技巧 還有給考生鼓勵的話 希望大家都能夠發揮自己的實力 希望大家都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 那我們7月見囉 掰掰 中文字獎 正在有關 中文字獎